書教授, 司教授 不同的觀點 那我剛才提的就是說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 他們這些修憲 就確立了台風金馬的範圍 雖然在文字上 並沒有說什麼中華民國領土 僅限於這個台風金馬 沒有去改這個東西 可是呢根據像取中立道 跟解釋 就是台風金馬 就是我們的領土範圍 或者說你必須是有 有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有那個國籍的才是國民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政治走在法律前面 那為什麼憲法 沒有辦法弄一個台灣共和國憲法呢 那這個要看北京 看華盛頓嗎 可是呢這個現實的政治變遷 所以我們說歷史教科書 要反映這個 現實的變遷 我剛剛舉的例子就是像釣魚台就好啦 黃曉波他們當年的 標語為什麼不能用在今天 不是 會被人家笑嗎 那你那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 在當時是糖而黃之的 那個壓力有多大 所以 被聯合國趕出去 剛好就是那一年嘛 之後 這邊已經不能代表中國了 所以就拖到 延貴時代才正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歷史課綱 這一段要怎麼寫 其實沒有那麼難 因為現在還沒有換國號 並沒有說 就無視於國民黨的存在 只是呢不要 把二十世紀下半頁這些變化 適合不見 所以這一點我很建議 大家會跟那個中國史 那個是第二冊 那個中國史的部分 他怎麼寫到後面 寫到那個 中華民國的開國啦 他的發展 怎麼突然間就變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呢 在台灣這段就不見了 那你如果是認為 中國史跟台灣不相干 可是為什麼在後來 變成又要把它連結上去 我們講課剛不是要講銜接嗎 這裡面好像 第一冊跟第二冊也不太有銜接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要去提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話 我們不論是研究院 或者各大學的 台灣史研究所 其實已經有相當的研究成果 並沒有被反映在 現在課剛的思考裡面 其實我們的憲法也沒有規定 教科書要怎麼改 那個東西都是後來 延伸出來的法律或的命令 但是它還是有個行政程序的規範 剛才講的95課綱或的98課綱 其實是有經過了比較嚴謹的程序規範 那為什麼馬政府一上台就可以 其他的課綱可以 可是國文跟歷史不行 這個是很敏感的東西 挑出來繼續弄 那像這樣的東西 是太粗魯 我想不宜 即使是政黨輪替 也不宜用那麼粗糙的方法 或者說像現在的檢核小組 一些非專業的人 來檢核別人 這個都不應該做 所以呢 你除非現在立法院 能夠趕快 就這個高中教育方面 有一些關於課剛修訂的 這個程序的修訂 讓他立法 讓他清楚一點 不要用顯示命令來隨便凝架 這個才是正辦 但是呢 我想除了程序之外 我剛才提醒 或者重點還是放在那個 實質的現況之中 的一個反應 這個現況呢 並不是一些 深律或者深藍的 那個理想 要把它寫在這個書裡面 這個倒是另外的問題 可是現在 我想台灣的主流的意見 就是要維護台風金馬的安全 珍惜我們的民主自由 這個現況 為出發 來寫的話 就不能接受 現在檢核小組的這一套 歷史歸歷史 那麼 江偉林部長 那麼以部長之尊 強調這一套課綱一定會實施 我覺得這個完全就是忽視了民意 忽視了專業 也忽視了我們台灣幾十年來的政治發展的實際 所以 你看 反對這聲音 慈其疲惑 高中 老師 集體 抗議 民進黨 主政了六個縣市 這個縣市長也說明了 聲明了 要這個是 拒絕這一套的課綱 所以可見這個課綱 如果教育部強硬一定要實施下去 一定是造成了這個教育界的不幸 這個可以說是教育界的一個大混亂 那麼甚至剛才提到說 將來聯考的這個問題都關聯上來 所以因此我覺得教育部部長說話要謹慎 那麼當然你是教育部部長不能親眼說這個一定要實施 我覺得社會反抗的聲音會繼續壯大出來 這個反抗的行動會加大 那麼台聯在這個部分在立法院也一定會強力杯葛 這個是教育部 那麼尤其這個是教育部的這樣的無視民意的這種舉措 更是台聯要努力遏止的 那麼對於課程的一個研究 那麼昆慧是學教育出身的 那麼也是從事教育工作多年了 那麼我就當時就質疑啊馬英九 一定要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 我說沒有急迫性嘛 這個沒有急迫性嘛為什麼一定要實施 我當時就講他是為了實施十二年啊 十二年一以貫之的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就是軍國民教育 就是要強加國家這種統派思想在裡頭 今天果然應驗就是我所這個判斷 預判的國民教育 今天哪裡有在講國民教育啊 都不是講這個是基本教育 十二年國民教育就接大學教育 你看看這是荒唐嘛 所以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中規計畫覺得 這個教育啊會歸在正軌的一個軌道上面 教育就是教育 課程就是反映社會的現實 我們的政經發展 國家的一個發展 無事於這樣的嗎 還要還要這個是 將這個中華民國憲法憲法 這幾個字還在掛在那邊 其實這個說這個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啊 那是非常虛的 非常虛的 所以因此我這一方面啊 我們兩位學者論述很多 我就不在從 我們台南已經以採取實際的行動 來這個對這一套這個課程 一定要抗爭到底 我覺得這個 蔣偉林部長應該懸崖勒馬 應該這個正式民意 重新啊 這個來回到這個正常的 這個體制運作 採取正當的 這個是程序 那麼重新呢 來這個是 讓民眾來參與公聽會 讓真正懂得史的歷史的專家 參與這個是修正的過程 而不是有幾個少數的 極同左派的人 來控制這課程的修訂 來主導課程的修訂 來想企圖啊 控制我們學生的這個思想 我想我簡單做一張努力 這個是不必要的喔 這個海基會的角色功能啊 已經啊階段性任務完成了 因為海基會它是民間唯一授權 這個唯一授權涉及到公權力的 這個處理這個事務性的問題 那現在事務性的問題啊 那麼這個方面已經 這個是不重要 現在是進入政治談判啦 都要準備進入政治談判 這個陸委會的主委都要訪問中國去了 陸委會的主委第一次 第一個陸委會的主委訪問中國 就是要談兩岸附設辦事處啦 這個是要鋪陳啊 這個馬錫會等等 這些高度政治性的東西啦 所以現在啊實在用不著海基會 再來扮演兩岸談判的一個角色 這個現在談這個ECFA也好 這個現在福茂協議也好 都是主管機關啊 掛一個名義參與裡頭去談判去啦 現在的陸委會老實講功能也視為啦 那麼海基會在這個談判上 他只是名義上去簽個名而已 根本啊他發揮不了作用 所以我認為呢 現在由這個陸委會的副主委啊 去接這個海基會秘書長 這個大可不必啦 海基會不應該在 擔任兩岸這個談判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應該是由陸委會啊 跟對岸的國台辦直接來進行 那麼否則的話 一再的由這個海基會來談判 他是民間的 那麼又是政府授權的 唯一授權的 那麼那利用民間的團體啊 談判來規避來逃避國會的建都啊 我覺得這個是大大可不必了 今天這是需要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麼老實講呢 最近以來談得非常糟糕 因為他沒有統合的工人 那海基因入委會啊 也失去這個統籌這個 兩岸交流事務的這個角色功能 主導功能都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有大大的改變了 有海基會去談了 你看看我們海基會的董事長 去中國講話出籌 那麼一樣的一種 這個負責人還拿走出去嗎 所以這個本身我覺得大可不必了 因為事實上是空的 我們去談判啊 屬於經濟部的經濟部的代表上桌 屬於交通部的交通上桌 就沒有一個拍板定案的人了 那橫向人系沒有統籌的策略 這個並不是我空口說白話 因為我做個路會主委我在觀察 而且經過實際參與談判的一二十個人 這個裡頭的話說出來 他就是沒有一個頭啊 沒有一個頭啊 各行其事 那沒有一個統籌 陸委會 以前剛成立陸委會的時候 所謂委員會 陸委會 委員會 都是部長做委員 大家非常重視這一塊 大家共同來商議 來定這個陸委會的政策 現在呢 這個部長不參加 次長不參加 司次長 歐爾參加 副司次長再參加 這個陸委會的功能還有什麼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危機啦 當然你有海基會 這個過去有一段時間它是發揮得不錯 但是你兩岸的交流到現在 那馬英九一直在推動啊 由經濟到政治 那麼現在就要快速這個集統步伐 快馬加鞭啊 邁入這個政治談判 這個時候還有海基會來嗎 我覺得不一樣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